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如果说2020年是一个意外频出 给我们带来整体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年份的话 那么即将到来的2021年呢 则是一个让我们会感到更加痛苦和难受的年份 2020年对我们来说困难刚刚来到 2021年就让我们觉得真的是不好过 为什么会不好过呢 请看看天象的运行轨迹 明年呢是一个彻底的水平年 木星和土星呢都会在水平座 当然了木星呢会在5月份到7月份的这段时间里呢 在双鱼座 除此之外呢 其他的时间呢 木土这两颗世代行星呢 都会呢落在水平座 水平座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呢 在真心学上呢 水平座可不是一个好惹的家伙 首先呢它有两颗守护星 守护星呢是真心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古典的真心学上呢 土星呢是守护水平座的 那在现代的真心学上呢 水平座呢还多了一颗守护星 那就是天王星 我们都知道土星 代表这种强大的规则与力量 是压制性的 而天王星呢代表的是反叛和革星 所以呢水平座呢 真正的关键词呢 就是一个字 就是告你 也就是说 你说要我偏不要 你说不要我还要 你说对我就说不对 而且呢我比你更有道理 更有实力 我对你呢有种全方位的碾压 跟藐视 而当群星汇集在水平座的时候呢 可以说代表着呢天象呢 要开始呢 杠所有的现实现状了 所以呢这一年呢 绝对是一个别扭之年 如果你希望自己要做什么 那么最好呢不要说 一下子呢把自己的想法说得太满 因为这一年呢 往往呢是出你意料 出人意表的 那么这一年呢 有几个关键的特色呢 我们来讲一讲 首先呢一个呢就是不服管 这一年啊 尤其是年初一月到三月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要去指望说 这些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按照 你的可控范围内去 去做 因为往往呢会出了你自己的想法 而且事情呢会意外 频出 让你觉得很难去把握 所以说呢这个不服管的天象 让我们要有一个更加淡定的心态 就是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都能说 啊算了大不了我再来一次 要有这样子的心态才可以 第二个呢就是架子大 架子大呢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天象呢 让我们呢 不可以说随随便便的就可以 还能动 而就可以说去做什么事情 而是呢要特别特别的去关注呢 天象的脸色 否则呢按照传统的做法呢 你会发现呢特别很难的顺利去进行 所以呢今年呢要特别做好 各种的心态许愿 还有各种的我的特别指导的时间段的许愿 以及一些的魔法仪式 这都是今年呢要特别去注意的东西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闹别扭 也就是说呢今年的天象呢 会有一种很别扭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而我们自己的心情呢也会变得比较的别扭 本来挺顺的事情 但是在今年呢我们就不想很顺的把它完成 就会觉得凭什么你要叫我这么做啊 或者说你做的事情 你会发现特别多的坎坷特别多的小问题会压抑到你 尤其是呢在感情的表达上面呢 常常呢会有热脸贴冷屁股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这一年呢小到个人的情感问题会很多 大到这个世界原有的秩序呢都会被打破 所以呢这一年呢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应对的年份啊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更自在 明年的整个的天象呢是从土星与天王星的四分开始 也是从土星与天王星的四分结束 土天两颗星啊看不顺眼 这必然呢是传统模式跟新星模式对抗很激烈的一年啊 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呢可以说是呢 我们做些什么事情呢都会觉得说 哦怎么会这样子呢 哦这个疫情怎么会这样呢 对啊在这一年啊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 我们待人接物呢要更加的谦虚谨慎 因为这一年呢凡事没有什么过于天马行空的想法 或者有些什么理所以为要理所应当的事情 那往往呢就会令你感到非常的失望 虽然呢整个天象的运转呢会让我们变得很骄傲 觉得自己OK啊都找过情况了 但其实就会发现呢很多时候呢是很容易失败 而且呢对自己的失败还不容易接纳 老是呢把自己高高的加在台子上面 但是又下不来台 所以这是今年的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啊 那第五点呢就是今年呢会让大家更迷信啊 也就是说呢大家会越来越相信一些搞噱头的东西 就是哇你听起来很好 比如说什么嗯什么子年子月子日子时啊 会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出现啊 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就类似于这种悲言耸听的东西啊会特别的多 然后呢也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 因为大家内心是给到没有什么着落的 是给到有点害怕的 但实际上呢你这种迷信呢 其实呢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么其实这段时间啊 土木合像水平啊是在重新定义我们思想上 风潮上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一些浮躁的跟肤浅的东西呢 会被慢慢的甩掉 观察着一百年来的土木合像的时刻 是从1921年的土木合像厨女开始的 前半个世纪呢土木合像的力量呢 可以说呢都在土象星座 都是一个比较踏实的稳健的 非常务实的这个状态出现的 而后半世界的土木合像呢 则集中呢在风向星座 从1981年的这个土星天称入庙开始了 我们整个的这个世界的变化很大 而且你可以看到高科技的进步 是日新月异的 所以说呢风向星座带来的这种精神鼓励啊 以及这种洗脑的精神啊 会在明年呢变得格外的明显 所以说呢在这个一年呢 我们要更加的去关注到一些高科技的发展 然后呢千万呢不要太自答啊 也不要呢太迷信所谓的什么大师高手 这种大师高手呢 其实往往都是来骗人的 因为真人呢他并不喜欢露像啊 也不会很自我的去吹嘘 总之呢在这一年呢我们要擦亮我们的眼睛 保持我们冷静的头脑 多感受到风向的这种知性的理性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能比较好把握到今年的一个关键 那么今年的第六点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更动荡 我曾经呢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 景观社会呢指的是呢 人们呢会越来越用一种景观的生活存在 什么叫做景观社会呢 也就是说呢 过去我们呢吃饭就吃饭 出去玩就出去玩 我们是比较私人化的东西 可是呢到了现在 有了这个自媒体 有了这个社交软件之后呢 我们会越来越生活在一种 把自己变成景观那种形象 比如说我吃饭呢 我要先拍一下我的菜 对吧 我要先拍摆 菜摆得很漂亮 然后拍的全上朋友圈 让大家看 那我穿了一件新衣服 我拍照 我去了一个什么地方 我拍照 我到了一个什么地方 我要打卡 总之透过这样子的一种 社交性的这样子一种传言呢 这个社会呢 变得越来越呢 是一种水平行的社会 就是一个广大的一个 一个社交平台的模式 那这个模式会造成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景观社会 也就是说你的生活呢 已经不再是生活 而你的生活往往是生活在 景观里面 是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所以你的照片 你的踪迹 你的所有发的这些东西 好像就代表了你的存在 你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意义 已经变得很渺小了 而在网络上展现你自己的 这样的东西呢 反而会变得很重要 甚至能可以代表你 这种景观社会的存在呢 其实是让人们呢 变得越来越呢 肤浅 而且越来越活在 他人的眼光里面 那么在明年呢 这种情况呢 还是会更加的愈演愈烈 来自于网络的这些暴力啊 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自己的自我感呢 是被消灭掉的 明年的这个天象呢 就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呢 更不容易找到自己 内心的这种压抑焦虑 和跟别人攀比的心态 会越来越严重 而且呢 也会很害怕 别人给予很多负面的评价 总之呢 我们的内心呢 是越来越不淡定的啊 这个越来越不淡定的内心呢 也会催化出什么呢 就会催化出 更加动荡的社会环境 C呢 明年呢 会有一些社会的变革 会有一些制度的改革 会有一些流血事件的发生 会有一些革命事件的发生 这都是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啊 整个世界的大环境呢 都会更加的动荡不安 那说了这些不好的地方 明年有没有好的地方呢 也是有的 这点就是呢 更求真 尽管有这些那些的问题呢 但是这一年的以往呢 有很大的不同 那最大的不同呢 就开始呢 人们更加愿意呢 去追求真相了 过去的人们呢 习惯的那套规则 人们会开始更加 认真的思考和探索 究竟这样是真的吗 这样是对的吗 你说存在就存在吗 所以呢 质疑和探索呢 会越来越多 尤其是下半年呢 会有改变人们 世界观的事情出现 比如说 疫情的反弹 扩散 政体的改变 局部地区的征战啊 还有就是疫苗的一些问题啊 总的来讲呢 这一年呢 就是会很多的情况 不停地更迭 那么有些人呢 又会在这种过程当中呢 去发现到 其实以前的传统才是好的 所以呢 振兴民族 振兴国学 振兴传统文化呢 也会成为呢 明年的一个潮流 那么另外一个好的方面呢 就是新策略 在这个时代呢 越来越多地用到了云 对吧 云服务器的时代 智能化数据化的 高科技的高速发展 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 军工产业的发展 还有文艺界的一些新型的 这种表现手段的发展 可以说呢 新的模式呢 会以更加具体的方式呢 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人们这些年来 习惯的一些生活方式 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啊 喜欢party啊 喜欢聚会啊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 会发生改变 实际上呢 这个病毒呢 从这个2020年开始呢 就改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方式 聚众的变成了隔离的 热闹的变成了孤独的 大办公变成了在家办公啊 旅游呢 也变成了加里敦 可以说呢 过去的生活方式呢 基本上被打破 被改变了 而且在2021年呢 也不可能就回到过去的 回到当中 还是会坚持这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啊 那么第九点呢 就是热点转移快 明年呢 在智能产业 IT产业上呢 会有一些突破 我们的生活呢 将经历呢 再一次的变革 生活方式呢 被引领和更改 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 令我们跌破远近的这种 科技啊 比如说空中交通啊 什么的 就是目前我们听起来 很不可思议的东西 就是智能机器人 AI啊 这种的东西呢 它都可能会在这个2021年呢 不断的更加的成熟起来 那么2020年涌现出来的 这些新的经济 比如说网红经济啊 直播带货啊 他们还会怎么样呢 到21年呢 他们就不会像现在 这么的红火了 那还有一波可以做 但是并没有什么 很好的前途 因为随着来 内部的真相被爆破 一些虚假数据的被发现 人们也会开始 厌倦这种模式 但是呢 可能以社区为主体的这种 小区团购啊 这样子的项目啊 可能就会变得呢 更加的受欢迎啊 那么水军炒作呢 在明年呢 也会有所收敛 那么第十点呢 就是突发事件增加了 在政治方面的变化呢 也不小 所以呢 还会有很多暗箱的操作 有很多爆炸性的新闻 或者军事冲突呢 都将浮出水面 可以说呢 在整个的明年的情况呢 会有一些价值观重塑的事情发生 我们会发现 过去最在乎的事情 似乎就不是现在最在乎的事情了啊 另外呢 则是呢 事情呢 没有定性了 这就是一个 没有办法去说 完全全认说 就是好或者不好的 所以呢 这一年呢 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事情出现 就有一种革命前夜的征兆啊 所以大家呢 就是不要说 做太多特别长远的计划啊 而也不要说 太急功近利的去想什么事情啊 而是呢 应该呢 就是做的稍微的淡定一点 因为在这一年呢 有很多事情都在变化 我们还需要去做适应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好的方面呢 就是福利的增加啊 木星呢 在2021年呢 会来到双语座 虽然才待着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也是会让我们会更加的关注到福利的问题 水平座呢 本身带有的人道主义思想呢 所以说呢 在公益事业环境保护啊 这些方面呢 我们会更加的投入一些人力物力啊 而相对来说呢 我们就会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思潮 而且我们呢 会更加的关心跟同情弱者 会有很多关于弱者的一些联盟啊 协会啊 以及一些活动呢 出现啊 而且呢 会更加的去乐于承担公众的责任 所以呢 明年呢 在福利方面呢 我们可能会有所提升啊 而在各个政府呢 也会更关注一下 弱势群体 那么雪同座呢 在真心血上呢 代表的是人体的脚滑小腿 心血管的循环系统 所以呢 明年呢 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呢 渴望呢 有出现一些学术界的突破 同时呢 仰望星空 观看更大世界的人的心呢 会增加了 一方面呢 是好奇心的增加 另外一方面呢 是寻求内心的慰藉 那么航天天文 占星学 心理学这些方面呢 会得到更好的推广和普及 那我也欢迎大家的加入 如果你对占星学有兴趣 对塔罗魔法有兴趣 对中国传统的国学 以及这种玄学有兴趣的话呢 都欢迎你们来参加我的课程 那么受到囤路水平和影响呢 在教育上呢 线上培训呢 会越来越成熟 后续呢 各方面的服务和法务呢 也都会跟上 多媒体教学呢 会真正深入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 而学术界呢 也将会有一些 关于这些多媒体教学的 这种革新的理论 传统的教育制度呢 与新兴的理念呢 会有一场厮杀 所以彼此之间呢 会有一些斗争 那么政界跟法律界 关于法律的咨询和纠纷的解决呢 也会相应的增加 淘庭中介部门呢 将升级呢 获得一些前景 那么由于扁平化的成果呢 实际上呢 会有一些传统的中介呢 已经示威 但是大平台的大中介的 会更加的受欢迎 那么房地产业呢 经过这些年的一些震荡 会进入一个缓慢下跌的通道 一二线城市的黄金地段呢 虽然景峭呢 但是呢 已经不像之前 那么的受欢迎了 随着疫情的到来 很多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 回到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当中去 尤其是在国外 这边很明显 就原来你可能还在 这个大城市里面上班 碰上了永久在家工作之后呢 很多人呢 他会选择风景跟优美的小地方去工作 那么就降低了整个的生活成本 那么在金融行业呢 上半年呢会有些不太好看的表现啊 因为融资出现的各种贷务危机呢 仍然会展现端倪 股票市场呢 也会相对疲软 虽然会有一个卖牛的局面 但是呢 而真正的动力还是缺乏的 汇率呢 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大幅度波动 下半年呢 就会有些调整与整合啊 传统的垄断行业呢 当然还是有自己的一定的优势 但是整体的这个经济收入水平呢 相对于过去呢 是下滑的 而反而是一些新兴的产业 高科技啊 这种云端智能啊 这样子的一些产业呢 它更有发展的前景 那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一些特色的手工行业 以及一些心理诊疗的行业 还有一些私房制作呢 这些行业呢 就会更受欢迎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呢 2021年呢 需要去重视的几个时间段 一个是从2月12号到2月25号 就整个2月份呢 我们都要关注一下 整个世界的动向容易有一些变化发生啊 有一些革命性的一些改革 一些征服的变化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么5月20号呢 到6月20号呢 这段时间呢 我们呢可能会出现到一些推翻过去定论的事情发生啊 而且呢容易有自然灾害 那么第1个时间段呢 就是11月10号到12月20号 这段时间当中呢会瘟疫呢 有可能重新增加 或者说又变得重新要改变整个社会的状态啊 总的来讲呢 2021年呢 我们的状态呢 不会像2020年那么 突如其来被打了一棒 没有防备 但是我们整体的状况呢 确实是不好过 所以呢 更需要我们呢 努力坚持 并且呢 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 好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静电瑜 请大家不要忘记关注点赞评论和转发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